老花英每日一打回答一下臭包的想法问题 第一个臭包说你看我这草莓啥病啊 你如果单从叶子上来看的话呢 它这个呢是有黑斑病 你要打药 但是我跟华尔美说过很多次 你们拍照片拍植物的整体 你看我这个兰花是不是还比较健康 但是你如果离近了看 你们很多的臭包就开始来事了 老花英我这个叶子怎么回事 揪了就完了呗 它是不是老叶子 揪的不去新的不来 如果是老叶的话你就给它剪了 尽量的给如光照 草莓是洗羊的 然后给上水肥就会长得哇塞了 明白了吗臭包 下回拍照片记得拍个完整的清晰的照片 下个臭包说你看这个该怎么过冬啊 你这个是九尾湖啊 是吧 该怎么过冬季 只要温度在零度以上就没问题 零度以下都有冻伤的风险 明白了吗 你放到屋里边呗 没有光照不要紧 这个东西没有光照 你一冬天不浇水一点事都没有 它能活 明白了吧 下个臭包说 龟背竹的叶子长得不是很好 你别晒了 龟背竹是洗羊 但是它怕晒 有给光照的时候 你自己感受一下 你觉得晒得很舒服的那种光照 给它晒一晒 不用很多 明白了吗 如果很多的话 光照很强的时候 就以绣球为例 我们之前去大理的时候 给大家在茂密花园里面拍 它在一面的那个绣球叶子长得又大又肥厚 它在全制造的地方长得就小 明白了吗 懂这个事就行啊 还有一个呢 龟背竹呢 老叶子如果说不好的话 你可以给它剪掉 让它长新的长好的 如果它新叶子这样的话 估计就是光照的问题了 下个臭包说 老花一这是怎么了 发财数不需要你晒 明白吗 这个不需要什么多少的光照 有点这种 就这种散射光 就这种明亮的室内光就够了 好吧 有一点光照会更好 你这个是怎么回事 你这个是缺肥 时间很长了 长时间的缺肥而导致的 要修剪 施肥 慢慢来 现在它生命力已经很脆弱了 就是它营养已经透支了 估计你养的时间也不短了 你们一直跟话们说 养发财数呢 每年五一前后呢 修剪一下 用点肥料 你不劳动怎么发财呀 你不能说是 哎呀 你这样它能发财吗 抽包 下个抽包说 石湖兰啥原因啊 谢谢 石湖兰这不问题不大吗 你如果单独看上面 那两个嫩液的话 我怀疑是动的 因为我们这边 好多冻伤的都是这个形态 你看很多花手提问的时候 它也不说 温度如何 方方面面如何 它就光给我发个照片 那你知道老花一怎么判断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 提问问题的话有呢 完整清晰的照片 最好是简单的 说一下最近的养库 一般我们客服会给大家解答 他们解答不了的 老花一会给你解答 好吧 好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长一 白了 还说吧 还说吧 嘿嘿 嘿嘿 嘿嘿